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读报了时间 当然我们还是要 围绕中国的新闻来展开 华尔街日报 习近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 画上的句号 这是魏玲玲的一篇专稿 执政十年之后 习近平为中国设计的蓝图 已经拼凑完整 这标志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 彻底的结束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节目 来介绍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 那么法广 法新社看中国的国务院的新的任命 一句话一骰的习近平的亲信 法新社认为 习近平将信得过的人 安排在政府的最高层的岗位 那么这里面也谈到了 易刚 王文涛 还有李小鹏 包括刘昆他们的一个 严任 那么这严任就说明了 就说明了 包括那个马小伟的严任 那说明了 政府正在怎么样呢 在抓紧做这个重振经济的工作 但法新社说 习近平的关键盟友 已经被安排进新政府 在里面谈到了丁薛祥 谈到了何立峰 那么也谈到了好多好多的人 习近平决定在共产党的最高层 拒绝终于他的人 重新引发的人们 对习近平将把意识形态 置于经济增长之上的担忧 纽约时报 中国政府犯界 习近平亲信 担任要职 这个详细的东西 其实我们上个星期 也已经介绍过 这次来讲 就是许多人 都是习近平的忠实的拥护者 那么德国之声 德国的媒体说习近平终身执政 让中国走上了歧途 那就在两会 两会呢 确认了习近平第三代国家主席的任期 新年代班的几乎是由习近平的亲信组成 德国的法兰克户汇报说 这将使习近平更加难以真了解真实的情况 美日净报的认为 中国将因此丧失竞争的优势 华尔街日报 李强他有一个在习近平面前说得上话的中国新总理 很多人以为李强不过是中国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忠实的支持者 但是这个新任的总理也在展示他的另外一面 在谈到的清零政策 他的一些影响 那就这问题是 这种影响能延伸到什么程度 而且能持续多久 美国之音 着远以定对经济挑战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央行行长财长意外获得连任 那么这里面讲到流浪的问题 就讲到了易刚 讲到了行长 讲到了66岁的刘坤继续担任财政部长 两个人就达到了65岁的官方退休的年龄 那么经济学联有个评论认为 选择这些关键经济角色的连续性 意味着要强调信誉和稳定性 也许这是北京 或者对北京目前所面临一些挑战的默认 真正的挑战 是他能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并进行必要的改革 以确保中国的长期竞争认 很多分析人家都以期 一旦易刚和刘坤卸任 他们将被国际经验少得很多的人所取代 那么吴木兰新加坡的一个教授说 像易刚这样的人担任央行行长 美国方面会感到舒服多 这表明中国希望至少跟美国 去货币政策和金融合作进行对话 当然之前有人说 中信集团董事长朱贺新 很可能接替易刚出任行长 王文涛 那么商务部长也留任 那么谈到了郑三杰 郑三杰担任了国家发改委的主任 接替了他的亲密的战友和领导 何立峰 亚洲自由之声不锁定的财经界 锁定的军方 就是所谓被美国制裁的解放军上将 李尚福担任中国国防部长 美中对话 又是军事对话 增加了新的障碍 那么李尚福他是第一位历史上被美国制裁的解放军上将 因为这里面主要是从俄国进去 他说的俄国在2017年18年呢 买了一些苏联的武器 那这里面呢就美国就对他进行制裁 那么李尚福是有航天背景 长期的西舱卫星发射中心工作 那么他也跟航天航太有很多关系 国防部长主要是在那军事交流 结果是一个被制裁的上将 怎么跟美国方面的交流呢 这变得非常微妙 加拿大西方也是谈了问题 为什么国防部长的排名要比较靠前 因为呢靠在呢 王小红在李尚福的前后面 那么为什么这样呢 他主要是个军方的位置的重要性 当然来讲呢 就要不要见 我这个人被你制裁 好你的防长要不要见 要见就来 不见得拉倒 大概意思是这样 纽约时报谈到了中国 促成了沙特阿拉伯 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背景 他这个背景其实凸显的是 习近平的全球目标 因为习近平的中美不断升级的竞争中 他一直在寻求提升自己 作为全球政治家的形象 那么讲到这一点呢 凑合他们两个人的恢复邦交呢 王毅说这是体现了习近平的领导 和他大国的担当 习近平抓住了美国在中东地区 影响力减弱的机会 把中国的领导力作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替代品 推展那个世界 习近平说 他正在推动 也就美国正在推动世界主上新的冷战 美国华盛顿的研究机构 史丁生中心的中国项目的主任孙运说 这是一场关有关国际秩序上位 未来叙事的挑战 中国的说法是美国领导失败了 世界正嫌混乱 他认为习近平提出的愿景 是夺取美国手中的世界领导权 支持多边主义和所谓不干涉 那这里面呢 讲到他跟美国两边 那么都做了平衡的外交 他说之前有过一次以巴冲突 但是呢两个地方呢都不理他 那这次来讲呢就是说 那么可能就是他对中东问题 作为一个重大的斡旋者来讲 他对中东就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但是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挑战 比巴以冲突更厉害 那么这里面呢就讲了习近平 当然中东的稳定对中国也是有利的 但是呢孙宁说同样重要的是 不要过分夸大 中国促成这次协议的意义 因为呢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宗教 特别是宗教的派系方面的分歧 根深蒂固 什叶派 逊尼派 诸如此类 那这里面来讲呢 他们早就在讨论 就是北京中间推了一把 孙宁说 这个事情发生最大的可能是各方利益 汇集在一起 因为呢伊朗得到了喘息 沙特阿拉伯也借这个机会向华州传递一个信息 减少了中东的地区的参与 你是有代价 那习近平呢 面对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时 还能够宣布自己作为全球领导人的威望 中国是利用了这个机会改善了两个国家的关系 纽约时报 有一个社论 谁从与中国的对抗中获益 那讲了好多 讲到了美国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检视 讲到了这个美国和中国政策 这一个基本的基调 那这个强调跟中国的竞争 同时尽量减少对抗 他认为这比较符合美国人的利益 好了 不谈这个谈足球 亚洲自由电台 中国国足的假赌黑泛滥 体育总局的局长说 坚决打击腐败 这没有办法 是一个绝望的一个体育项目 结果呢又贪污的一塌糊涂 这个事情来讲 他这个有一个人大代表 这高志丹 应该是体育总局的局长 他说实事求是的讲 较长一段时间里来 中国三大球 特别是拦指向外发展不尽如人意 拦指足球的水平一路下滑 足球界内部出现了很多的乱象 跟人党中央的要求 全国人民的要求 期盼相当强烈的反差 没办法 做不到 法广 谈到了谭书记 世界卫生组织总办事谭德赛说 新冠病毒疫情的溯源 是科学跟道德的当务之急 上升到这个高度 还在建制溯源 那么美国呢 也通过了一个获利法案 就讲到了这个新冠疫情溯源问题 而且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 意思是说 主席格下 现在该你呢 我们就是你要把你向世界扩散 新冠疫情的角色 交代清楚吧 这个话当然习主席是收不到的 英国BBC谈到了国家信房总局 升级成为主属机构 民意收集器究竟有多大 有人说还不错 有人说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呢 一动这个念头呢 基本上就被解放住了 美国之音 谈到了大家很关心的 美国硅谷银行或者西股银行 倒闭 全球市场看到感到不安 美国的银监部门迅速出手 力争稳定局势 这一点来讲 是有上一次08年的金融危机的一个教训 那么最后一条呢 谈的是法广 瑞士逐渐的放弃中立 亚洲和中国的富人 开始对待该国存钱有担忧了 瑞士银行高管强大 对瑞士自乌克兰入境以来 对俄罗斯采取强硬路线的时候 带来了商业后果的担忧 一个驻博尔尼的美国外交官说 他的办公室的官员 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在瑞士的财富 瑞士银行也说 中国富人客户对瑞士参与制裁前景 感到担心 他们的money怕受影响 金融时报也访问了 十家瑞士银行的六家高级银行家 那么事情特别是 中国的富人存款的人担心比较多 美国很关注 在瑞士银行里面的 中国的富人的财富 这里面提到了好多人的名字 特别是瑞士银行 在2014年一个公布给国际记者 调查记者联盟的一批文件 那个是巴拉玛文件 里面有很多中国政治统治精英的尊孙子 儿子女儿等等的事情 那么这里面就 如果全部被公诸于众 那当然也是一个惊天的大新闻 我是很喜欢看这方面的人 好 德国之声 新加坡的端传媒 有一篇文章 他谈到 你取消联座制度 为什么遭到大量的中国网民反对 那么呢 今天的出身论 甚至不如文革时期的出身论进步 就已经倒溃 文革时的出身论 还尝试对社会秩序进行改革和革命 那么今天所谓的清白的中国人 有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抵设 他们想维护的是一个 和权力高度重叠的公务员的阶级 看来 大家是有很多不同意见和想法 就比文革前的出身论 血统论 还要倒退 这才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另外一个悲哀 那么就是 我们谈的今天读报的 内容可能稍微多了一点 多了一点 多了一点来讲 就是有几段我们的感言 这每次的读报 都会有这样的一些 我们自己的一些归纳 首先第一点 两会闭幕李强内阁亮相 外电的评论一直认为 一帅都是习近平的情信 李强的记者会上表示 要始终牢记人民两个字 吃改革饭走改革路 这是任何新官上任 必须要表态的冠冕堂皇 不管不是看他说什么 而是看他做什么 搞经济和政治耍嘴皮子不一样 十世一轮要吃饭 国家经济发展和只是讲政治不同 这也是硬道理 第二 华尔街日报的这个魏玲玲 她的头版头条的直截了当表明 习近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 画上了句号 德国的媒体甚至断言德国 习近平终身之政会让中国走向歧突 这是海外舆论被二十大之后的中国政局发展的一个悲观的骨策 坦白说 看好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施政作为 和中国内外政策的西方舆论不多 我们需要有更多事实来证明 西方的骨策是失准而错误的 那西方也如此 第三 北京促成利亚德和德黑兰恢复了外交关系 被中国外交当局视为是习近平外交政策的胜利 拜登和习近平 那么都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 我们想一想日韩关系的缓和 以伊沙关系的恢复 都有各自的意义 纽约时报的新闻分析 对一位拔高夸大的外交战域 显得要比中国方面要冷峻和客观的多 第四 李克强内阁有几位阁员流论 也引起了诸多的评论 完全另起如噪 一口气把前任一阁的阁员驱除出去 我认为有失官场的伦理和公道 也体现不出权力有戏交界的原则 刘坤 王文涛 易刚 还有李小鹏等人的流论 各有各的理由 第五 财政部长本来就不是李克强 亲自挑选的人 何立峰 刘坤政治上的提拔升迁 当然有习近平的关系 更多是还是由于前任的 下面大家的老校友张高丽的背景 和背书 第五 中国的富人们对瑞士银行存钱 开始有不安 而不是安全靠谱的担心 美国国会议员通过法案威胁 假如武力攻台就要过悉数的公布 大陆高官的亲属们在美国的财产 这些究竟是对方已经掌握了真实凭据 或者是认知战的一部分 那么好了 在各种权举 各种举报 告密 承扎唤起之事 怎么样在中国新的出身论之下 做一个清白的人 这些问题我们一生遭遇过很多次 在戒临晚年的时候还要再苦恼一次 对很多有这种记忆的人真是情何以堪 第六 美国财政部刚刚公布了 硅谷事件 银行事件的解决方案 第一 全部的储户的资金得到百分之百的保护 王兴可以睡觉打呼噜 除了硅谷银行 还有一些其他的银行 所有原因都会被联邦政府兜底 富国银行好像 兜底的资金是由FDIC订付 会有一个由全部由全体银行业共同承担 坚决不会用纳税人的钱 有预案 为更多可能爆雷的银行提供救助 那最后一条 硅谷银行的股权人和特定债权人 不会受到保护 换句话 他们会被清零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我感觉了 我感觉了 需要这样子 找步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